调查局人员大动作进到办公室搜索 新竹地检署今天宣布 近期掌握有中资企业 涉嫌透过恶意挖角 锁定逐科内高端半导体设备的关键技术人才 借此窃取我国高科技的机密技术 调查局不敢大意 全台搜索21个涉案据点 传唤征讯39人 警调掌握该公司先以假桥外资 征入资的方式在台设立办事处 而为了规避查气 便要求在台员工将建保 转投保至工会、工所或依附配偶投保 借此掩饰非法在台从事业务行为 初步调查发现 该中国公司透过隐藏其背景的投资策略 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的顶尖人才 非法获取我国高端半导体设备 锁定紧急发动搜索后 及时查获